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的11月16号星期三 河南省政府要求基层干主带头去郑州福士康务工 怎么回事呢 当时福士康不是有三十几万人吗 然后闹了疫情之后有几万人跑了 跑了之后不都是步行回家吗 都跑光了 跑光了之后 现在影响了福士康的产能 但是福士康不光是对郑州了 对整个河南都非常重要 所以现在河南省政府 现在出面要保福士康 保他的产能 保他的继续能够良性的去运转 河南省政府现在发了 他的不发文件口头传达 要求基层干部发挥带头作用 带头去郑州福士康去务工 务工期限就是说跟个个级别不一样 级别高去一个月就行了 级别低的去六个月 反正就最起码要半年把它顶过来 然后他们现在玩命再去招人 在这半年之内 现在还没招来的时候 先顶一顶 说近两日已经有很多基层干部 已经前往了郑州福士康去务工支援了 河南省的乡镇已收到了协助 郑州福士康招工的任务 并向他们当地管辖的村镇 分配人数指标 就每个村每个镇都够出人 必须得出 不出不行 有这个指标 这是政治任务 河南新乡市下辖县一村之书 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 他说镇上开会说了这个事的 口头传达了 所有村都必须得出人去 每个村必须出两个人 然后村长负责 村之书负责 不出人的话 村之书要受批评 反正村之书回来想办法 不管怎么知道 从村的一并里弄两个人 去给他送福士康那去 然后说村里 如果以前有在福士康打工的 劝他们返回 如果还没有回来的 就劝他们要留在福士康 要支援福士康 多个地方都有第一批 首批员工抵达 来自河南省 是安阳 新乡 驻马店 信阳 洛河等地的 首批新员工 都纷纷地抵达了 福士康的郑州科技员 一位在河南驻马店 下辖的一个县城 为郑州福士康招工的一个人士 告诉记者 说据其了解 驻马店首批 送去福士康的工人 有几十个 前妻预招工很困难 大家对福士康的现状 有很多的误解 对于我们发布的 这种招工信息 评价都不友好 都在骂 怎么回事 我跟你说 在这我给你插一点点 我给你看一个视频 这个小伙伴给我们发来的 咱也不知道是真是假 福士康说不是真的 但是 我看看哪儿去了 但是有很多小伙伴都说 就是真的 说没问题 咱们 咱也不知道 我反正把这视频的 我看看声音时候调到最低了 我发给你们看看 他们再往下扔东西 扔得跟堆着一座山一样 说这是福士康的员工的宿舍 你看这下边扔的一地都是 把人东西都往外扔 说有的是被隔离了 隔离了之后他们把人家东西 你看看 你看外面跟一座山一样 堆成了一座山 弄成这样子 反正弄的这个人都在骂 觉得福士康就混蛋 他们干这种事 当然有的说这不是福士康 有的说是 但是我也不知道 反正跟你们说 有这个东西 所以他说有误解 什么误解就在这 洛阳的一家劳务公司 告诉记者 说政府部门派大巴来 点对脸的 要压着的新员工 送去郑州府上 不就下了这文件 每个村比起出人 大家凑上之后凑齐了 然后拿车 政府派人派大巴来 从你这接走之后 直接就扔到福士康里去 但是当然也给钱 也给钱 不能让你白去 说隔离一天 补助400 吃住都免费 招募以返乡的人 有困难 说现在只要从福士康 跑来都不愿意回去 但也有返乡后 现在又报名回去 福士康也有 因为给钱 中介说 这是他干中介的 十多年了 这是十多年来 最好的待遇 新阳刚的新员工 以派钱小时工模式入职 员工入职日开始 按照30元的 每小时的寄薪 一个小时就30块钱 所以一天要干8小时 的话 38就是24 240 说入职 未满7天的离职者 按照同工同筹 薪资的发放 10月9日到10月19日 进入隔离点的员工 享有4天的隔离生活补贴 如果能够再职满15天 15天的话 补贴标准 按照每天400元的计算 未满15天的话 补贴标准 按100元的每天的计算 10月9日到10月19日 报道员工 再职满30天 额外享有3000元的 文港的津贴 你只要在这就给 就是说对于离港职工 返乡的员工 再次入职 额外给予一次性的关爱补贴的500元 就是你本来走跑了 你现在只要回来了 才给你500块钱 那么11月 只要能够满出勤 总奖金加在一起 一共可以拿到15000元人民币 所以中场之下 也有一些人 就是说回来了 虽然骂 骂归骂 但是为了挣钱 就还是回来了 现在福士康就这么个意思 但是把人得罪的挺苦的 前面 但是有一些 有一些就是说 实在是冲着钱 就回来了 有一些就给钱 都不愿意回来 福士康这一次 把自己的口碑 做得非常非常的臭 很多事情处理都不好 如果刚刚我发的那个视频 是真的就是福士康 就那样子对待员工的财务的话 那就真的是太糟糕了 缺德丧良心 但是不管怎么着 我们相信福士康能够挺得过去 因为河南省政府 出面了 把对于整个河南周边的这些省市 还有下辖的县村 都下任务 每个都最少派两个 河南这么大 河南人口是不是超过一亿 是不是 河南一亿人口的大省 最后这会儿凑凑 那会儿凑凑的 对不对 各个村一个村派两个的凑在一起 估计也就挺过来了 所以我觉得福士康应该能够挺得过去 但是这一次 福士康自己伤害也比较大 洪海他们那边已经说了 说要加大在印度的投资 要把部分产能 就是说搬到印度去 因为这样的话也受不了 这两年也是被折腾的太苦了 所以我觉得当然你说骂福士康归骂福士康 但是你想想福士康也不容易 福士康说骂我也没用 对不对 因为有些东西我们也说了也不算 都是下面基层政府们 你看现在是在帮我们 前面给我们捣乱的时候 你没看到 怎么弄成这样的 还不是因为基层政府乱防疫下防疫胡搞 对吧 所以政府闯的祸 政府现在在想办法 就是说帮他再往回找本 但是反正就这种 就是说真的有点那种黑色幽默 黑色喜剧去 黑色幽默 黑色喜剧似的 这你只能在中国看得见 好吧 那今天想到这里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